很多人呢分不清料酒和黄酒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呢它是很好区分的 因为黄酒是我们的饮用酒 而料酒是我们的一种佐料 料酒的主要成分呢就是黄酒 它在黄酒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其他的一些香料 料酒呢我们一般只适用于我们做菜的时候 去给这个食物去除它的腥味 以达到我们的试口性 而黄酒呢也可以在做菜的时候加入 但是呢我们黄酒一般是作为饮用酒来去饮用的 一般来说我们在喝黄酒的时候呢 需要把它烫到一定的温度 比如说60度到60度以上这个样子 因为黄酒里面呢有一些物质 它需要在经过高温蒸烫之后呢 才能让这些有害的物质发散出来 并且呢它里面的一个质类方向物呢 也只有在高温之后呢才能进行一个蒸腾 然后以达到让它更加香醇的一个目的 总而言之呢黄酒可以在我们没有料酒的时候 也作为一剂去熟腥味的调料加到我们的菜中 但是呢料酒却不可以在我们喝的时候去饮用 以上呢就是关于料酒与黄酒的区别了 希望有帮助到你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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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